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助者觉得自己好像是弃婴是孤儿 目资平台不理他们 而他们又找不到所谓目资提案的这样的案主 要提供目资提案者的名称 代表人事务所或是经营所 以及电话或是相关的联络方式 一旦出事之后消费者知道要找谁 根据立委提供资料 2020年目资平台消费纠纷案件就有500多件 去年441件 而目资平台近年盛行的程度 以去年来说 目资总额就达到33亿 有1500件商品成功目资 有115万左右人次投入集资 但现行法规却因为没有规范 目资平台责任 让部分消费者找不到业主本人 那这些项目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消费争议 那这些消费争议只要资讯透明 它可以假以双方可以找得到彼此 那其实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现在所有的消保法令里面 应该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对此经济部商业司回应 民众无法确定联系窗口 会持续要求平台业者进法官义务提供业主资讯 消保处也坦诚现行制度缺失 是怎么要求他提出更大的利益保证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重要议题 立委林楚英提出消费者保护法修正草案 派让募资平台有完善规范 保障消费者权益 参与选解红旗张慧 今天下午特朗